这小笼包是食物汁 30 我觉得还可以 这粉丝汤10块 也不错呀 那个是他们今天的特价 车子存好了 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和平街了 前面就是你看南祥历史文化 成略呀什么的 八字桥还有双塔 南祥镇呢 有1500多年的历史了 是上海四大历史民阵之一 历史悠久 人文晦翠 文物古迹也非常的多 古镇是以徽派建筑为主 粉墙带瓦 商铺林立 小桥流水 长廊遗址 古镇汇碎了很多人文清髓 是一个集美食小吃 土特产购物 休闲娱乐为一体的千年古镇 而且呢 在历史上素有 小小南祥 赛苏城的美誉 古镇呢 并不是很大 游客呢 进入古镇呢 是完全免费的 并且呢 这里交通也非常的方便 在古镇里穿梭 可以看小桥流水 亭台楼阁 其实和这种周庄呀 乌镇呀 有一些大同小异的感觉 但是呢 南祥古镇给我的感觉就是比较小巧一点 这条街都是小吃 还没走过来 这个满鼻子闻到的全部都是这种煎炸的这种味道 就是和全国各地的这种小吃也都一样 串呀 炸串呀 烤串呀 臭豆腐呀 等等 来这里我们还是要吃这个小笼包的 还是去找小笼包吧 上海的飞夷美食丛鸣糕 就是这个 我们看见这个大爆浆麻花了 说看样子挺好吃的 五块钱一根 十块钱三根 这价格还是很公道的 看样子不错啊 很好吃 咱们要不要吃饭吧 吃饭吧 走吧 进吧 这有一个百年老店 我们来吃一下南翔小笼包 就要你们最经典的小笼包 来看一下我们的饭到了 这小笼包是15只 30 我觉得还可以啊 这粉丝汤10块 也不错呀 那个他们今天的特价款18块 嗯 蛮好蛮好 老爸吃吧 三盘行动 老妈还有一口汤 继续光盘行动 继续光盘行动 不能老可以盘 我觉得这儿的这个价格 有点出乎我们意料 比我们想象中便宜多了 哈哈哈哈 我们想象中 这一楼包子不得来个五六十 嗯 还有那个也便宜 十块钱三根 完美 茶西书场 这个地方是 听书的 哦 听这个平团的 江音平团 五块钱一位 嗯 嗯 要得 哎呀 咦咦咦咦 这个人要给我的 四个姐姐 到处 她谁是白十七日 姐姐能够 咦咦 你们两身听的呀 一句没听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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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翔砖塔呢 是建于五代 这北宋时期 是一对 双胞胎的 古砖塔 也是南翔古镇 标志性的一个景点 两座砖塔 相隔并不远 乍一看呢 也好像没啥区别 都差不多 塔的这个 也不算太高 别看他们 这两座塔 个头不怎么大 但是 人家的年代 在那摆的呢 堪称上海古塔当中的老寿性 也算是我国砖塔当中的真品 虽然小 但是精致 都是由青砖砌成的 从塔叉 可以看到 这座塔 是唐宋建筑风格 最为赞叹的是 塔前的两口古井 是八角形的 历经了千年 都不甘 实属罕见 这边还有个茶溪 三图 这个茶溪就是南翔的古称 相传南翔呢 这里曾经是一个荒凉的乡村 有一天呢 一个农民 就在自家地里头根地 就挖到了一块 一丈多长的这个巨大石条 这个巨大的这个石条 一露地面呢 就看到天上 就飞来一对单顶鹤 在这个石块上空 就来回的盘旋 最后呢 就落在这个石块上歇脚了 这时呢 有一个叫德琪的和尚 正好路过这儿 就看到了这个情景 就认为这是一块风水宝地 就决定在这里 筹集善款 建一座寺院 你说奇怪不奇怪 每天这个鹤吧 它就在这个上面来回的飞 这个鹤呢 每天飞往哪个地方 哪个地方 它就会有人来捐款 天天都是这样子 没有多长时间呢 就筹集到了一大笔资金 德琪和尚呢 就开始破筒动工 建造寺院了 寺院刚刚建起来的 叫做白鹤南翔寺 所以呢 这个地方呢 也因为这座寺院 取名为南翔寺 也就是说是先有四 后有阵 经常会听到 谁是谁 归一佛门了 其实这个归一呢 和出家是完全两个概念 归一呢 就是除了确定自己 是真正的活教徒之外呢 在日常生活中 对他人有喜舍故失 对世间呢 要有感恩美德 在物质方面呢 要知足 在生活方面呢 要养成情节的习惯 从而树立活教徒的 良好形象 我们走出了云祥寺 现在要坐公交车回去了 今天的这个行程 非常的满意 南翔一日游 三个大景点 后门下车 火焰烈 高速渔西路 清正碑 从尔蒙武厨 向苏人 向苏人 去沿岸人 62路公交车 方向华东医院 可能还是租过车子吧 骑车子回去了 步骤太远了 一公里呢 这儿正好有车 老妈咱们明天去哪呀 去专业方面是吧 好的 安排 我们现在要去中山公园了 这里是个什么桥 你让我看看 前面就是中山公园了 老妈咱们去哪呀 你上海 你玩去 好 安排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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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